咱们今天再来说一桩冤假错案 1983年7月21号下午3点半 江苏省新一县公安局 接到了齐盘乡派出所的电话报告 说什么呢 说位于冯庄村小路庄西边的齐兴公路 有一个公路桥的寒洞里边 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士 看上去像是他杀 这是重大的刑事案件 所以县公安局侦察和技术人员冒着大雨 赶紧就赶到了现场 第二天徐州市公安局的干警也到达了现场 两级公安机关共同勘察现场检验尸体 经过勘察得出了一些结论 现场的公路是西南东北走向的 横川公路的这个寒洞呢 因为位置比较低啊 所以常年积水 7月21号早上 有村民在寒洞外边发现这具男士啊 是漂浮在水里的 在这个寒洞里面呢 还打捞出了一把饼长52厘米 刃长21厘米的镰刀 在寒洞外边那条河的东岸边上 还发现了一条旧的蓝色的裤头 经过尸体检验 死者是男性 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已经高度腐败 全身的表皮和指甲全部脱落了 脸部的软组织也是缺损的 所以就是长什么模样看不出来了 已经是一片模模糊糊的了 那么在头的顶枕部头皮啊 还粘在头骨上 上面呢 只有少量的头发 死者下颌骨 正前正中的那个地方 和右下颌脚那儿 呈横断性的骨折脱落 死者右腋下边有两处窗口 肚脐上面有一处窗口 这处窗口啊 能够直打肾脏 男性的性器官阴镜 皮肤是剥离的 一直剥离到了龟头那儿 死者右肩夹下边内侧 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的伤疤 死者的胃内容物 差不多一共是五百克 主食呢 是那种西壶状的了 当然这不代表 它就一定是什么 喝的粥啊 喝的汤啊 不是 是你吃完吃进去之后啊 它就成了粥状了 里面还有韭菜 辣椒等食物 血型呢 是B型 勘察和尸检结束之后 警方呢 立刻连夜召开会议 分析案情 就初步判断 从尸体损伤等情况来看呢 应该是奸行杀人 为什么呢 很关键的一点 死者阴境的皮肤是剥离的 从第二点来看呢 乔寒洞里边啊 长期积水 并且呢 又在公路上 这不可能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而应该是抛尸现场 第三点 从尸体腐败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 距离发现的时间 应该是四到五天 第四点 死者的年龄 应该是25岁左右 身强力壮的 但是呢 身体创伤比较多 又被医尸了 这说明罪犯很残忍 甚至有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这案子这是人命关天的 第一要务就是确定失源 所以县公安局呢 以棋盘相为重点 要求近期有家人去向不明的 对吧 家里人失踪的啊 都前往辨认尸体 来辨认的人呢 还真不少 大家呀 都是哭哭啼啼的来 一看 他不像 我儿子比这高啊 我丈夫比这胖 唯独有一个村民 店户村的村民 黄某 先后来辨认了两次 第一回来了呀 有点拿不准 这身高 这体型有点像 可是呢 也不确定就是 第二回又来了 这才说 哎呀 死的呀 这是我三儿子呀 三宝啊 哎 这个畜生啊 不孝啊 不学好啊 辱莫祖宗 死的还不如一条狗呢 哎呦 这黄老汉 怎么这么激动啊 啊 这死者到底是不是黄三宝啊 黄三宝 又是谁呀 这黄三宝啊 当年24岁 没上过学 也没结婚 据这黄老汉说呀 黄三宝 当年7月18号晚上 去他们村的兽医 朝某家里边耍流氓去了 让朝某的妻子女儿又打又骂之后就逃跑了逃走以后下落不明 据黄三宝的亲属辩认 从现场提取的那个裤头 与黄三宝的裤头啊 甭管是样式上啊 布料上啊 新旧程度上啊 基本一样 黄三宝的身高呢 也是一米六 穿着38号的鞋 头发长短 包括发型 这都跟尸体差不多 再根据调查 这村兽医朝某的老婆陈爱英与两个女儿在7月18号晚上 确实把上门耍流氓的黄三宝一顿臭骂殴打 黄三宝逃跑了 这事儿确实是真的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分析 民警就认为这死的不是黄三宝还能是谁啊 即使是巧合 他也不能这么巧合吧 黄三宝啊 很可能是在7月18号在朝家被杀以后抛尸的 专案组还认为黄三宝大晚上的闯入民宅图谋不轨 这是死不足惜 朝家母女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致人死亡 不是一般的杀人案件 应该迅速破案 震慑犯罪 同时呢 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啊 搞好全县的治安 于是啊 县公安局大批民警就破案攻坚 经过摸牌查证 果然获取了很多的重要线索 第一个是查清楚了朝家 打算弄死黄三宝的主要言行 这就证实了因果关系 朝家母女呢 先后几次找到黄家 就指责黄三宝的爸爸黄老汉 你家小三子不怀好意 跑到我家耍流氓 如果不改 我们就不饶他了 甚至陈爱英曾经对派出所的民警说过 公家要不处理这事啊 我们就把他砸死 哎 这是得到的第一条线索 那么第二个线索是什么呢 朝家人呢 比较反常 经过调查 7月18号 在受益战工作的朝某并不在家 第二天上午回家之后啊 全家人几天 那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并且两回给大女儿在部队的未婚夫发电报 让他赶紧回来 同时呢 两个女儿啊 原本住在西塘屋里边 后来呢 就搬到了东塘屋 跟他们的母亲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而西塘屋呢 一直在那紧锁着 这也十分可疑 第三个呀 是经过秘密搜查 搜出来了血衣和作案工具 发现朝某的大女儿 刚洗过的那裤挂上有血迹 家里面呢 还有斧头 斧头嘛 那个刃口啊 跟死者头部的损伤的那形状 基本上是吻合的 并且朝家还少了一把镰刀 各位 在发现尸体的地方 可是有一把镰刀啊 所以民警就想 这镰刀应该就是朝家的 据此专案组判断 是陈爱英母女在防卫反抗之中 杀死了黄三宝 而朝寿一呢 可能参与了毁容遗失等活动 于是对朝家的三个人拘留审查 经过新一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县法院公开审理 当年9月26号就作出了判决 说黄三宝夜入朝家 进行流氓犯罪活动 陈爱英母女防卫过当 将其杀死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从轻判处陈爱英 有期徒刑半年 缓刑一年 他们的女儿免于起诉 也就是说啊 这个事判的并不重 可是 特殊情况 可是这起案子并没有结束 县法院宣判仅仅八天之后 也就是当年10月4号 那个大家都认为 大家都认为死了的黄三宝奇迹般的出现了 并且由他的家属陪着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7月8号晚上 黄三宝拔门就进入了朝家女儿的卧室 打算强奸 被朝家母女这一顿骂这一顿打呀 当时跑了以后啊 没敢回家 连夜逃到了批县 后来呢 又逃到了黑龙江 干了两个多月的临时工 因为逃亡的味道实在不好受 所以这才悄悄的返回家来 到了家之后 黄老汉包括其他家人一看都吓傻了呀 三子 你不 你不死了吗 啊 死 没有啊 你不去人 你朝首一家里边耍流氓去了吗 是啊 我让他们给我打跑了 给我吓得不行了 我黑龙江打俩月工了 哎呀 这在外边太难受了 我这不回来了吗 哎呀 你这个畜生啊 你看看啊 你干的这畜生都不干的事 你赶紧的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这么着 这才带着黄三宝到了公安局 投案自首 黄三宝这一死而复生啊 当地公安政法机关可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为什么呀 当时你们查来查去说死的就黄三宝啊 啊 啊 结果现在黄三宝活过来了 你们还把人陈海英给判了呢 虽然说是缓刑吧 不过你这也是判错了呀 再者说了 你们说死的是黄三宝 现在黄三宝回来了 那死的到底是谁呀 你们能不能查案呢 啊 靠谱不靠谱啊 这朝某一家呢 也坐在了公安局办公室里边不走了 就强烈的要求立刻为他们平反 恢复名誉 并且赔偿经济损失 民警们哪一个个心情沉重啊 觉得确实是丢脸哪 没脸见人哪 走路都抬不起头来 面对着这么一个尴尬难堪的局面 县公安局啊 也下定决心 咱们得有错必究啊 咱们得早日破案 用胜利的成果来挽回咱们的声誉啊 第一个呢 是公开的向朝家赔礼道歉 予以平反 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个呢 是由一位局领导挂帅 抽调精兵强将 重新组成专案组 全局一盘棋的开展工作 实行责任倒查 错案追究责任制 可关键的问题还是破案啊 到底死者是谁 凶手是怎么回事 这死者为什么死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之前查来查去 查出来一冤假错案 那么到底死者是谁呢 啊 这县公安局是没脸见人了 这省市公安部门呢 也是非常的重视 江苏省公安厅 徐州市公安局 对此案呢 也高度重视 有关领导 还有刑侦部门的负责人 包括技术人员 法医都到了新一县公安局了 重新勘察现场 重新对尸体进行检验 研究案情 确定对策 首先呢 对死者呀 做出了和原来不同的具体的画像 第一 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 死亡时间距离发现尸体的时间在10天以上 原来呢 推断的是25岁左右 死亡时间距离发现尸体时间是4到5天 咱们再来说 画像第二点不同 说死者头面部的损伤 主要位于左右两侧的乳突部位 右侧颧骨乳突和下颗骨骨折形态比较规则 这种损伤形态啊 一般来说呢 只有在左侧脸部被电衬在质地比较坚硬的平面物体上 右侧脸部受到钝气打击才能形成 说白了 就是比如说把这个人摁到地上 或者摁到桌子上 剩下再拿着锤子 棒 从另外一面一砸 才会是这种伤痕 可以认定死亡原因是打击所形成的颅脑损伤 这是这一次会检会诊的新发现 第三点呢 是对杀人凶器的判断有了新认识 根据尸体头部创伤形态特征 可以推断 致命凶器是一个具有一定重量的 质地比较坚硬的 具有棱边棱角的钝性物体 根据死者颈部 两页下策 以及会阴部损伤的形态特征 可以推断是锐气伤 那么锐气是一把具有一定长度 刃口比较锋利的单刃的尖刀 总之杀人凶器是两种 那伤是刀子捅的 头上那个是被什么钝气给砸的 第四点 死者尸体上锐气伤的数目很多 部位比较分散 其中任何一处损伤 都不至于让人立刻丧命 人要是没死 或者说是在有挣扎能力的情况之下 是不可能听任凶手对他割刺 刺戳 据此来推断 死者的刀伤应该是死后被人残忍切割的 这也是这一次会检会诊的新判断 所以省市县三级公安民警就形成了一致意见 死者面容被毁 遍体鳞伤 阴镜被拔了皮了 说明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熟悉的人 奸杀或者仇杀的可能性很大 凶手作案呢 使用了两种凶器 说明啊 有预谋 有准备 杀人现场应该是在室内 遗失地点 虽然是在公路那啊 但是呢 那个寒洞啊 比较低 低洼 又常年积水 比较隐蔽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寒洞的这个条件 这就说明凶手熟悉现场环境 很可能是本地人 专案民警呢 就对现场周围 十五华里半径内的四个乡镇 三十三个村庄 全面展开了排查工作 是一个村也不拉 哪一户也不拉 到了哪个户里边 哪个人也不能拉 对可疑的对象啊 挨个的过筛子 从中就发现了九名失踪人员 但是呢 这九个人呢 都因为出走的时间呢 个人的特征啊 不符合被否定了 哎呀 既然这四个乡镇找不着 那这么着 接下来啊 把摸牌范围扩大到全县二十六个乡镇 同时在江苏 山东 安徽三个省的二十四个县 张帖认识通告 民警们说了 上回啊 啪啪打了脸了 这回啊 咱们哪怕是大海捞针 也得给他捞着 一定得找着死者查出凶手 案件不破 事不罢休 经过紧张的大量的工作啊 民警呢 从几百名外出违规人员里面 发现了十三个下落不明的 经过挨个的过筛查证 否定了十二个 只剩下了一个人 一点最多 这个人叫王明凯 那么 他会不会就是死者呢 王明凯 家住棋盘乡筛子村 园须村四队 据现场啊 差不多是二十里地左右 左邻右舍 包括亲属 都提供了王明凯的体貌特征 他的体貌特征 和那个寒洞里面的死者 来进行比较分析之后 认为死者很有可能就是王明凯 为什么呢 王明凯身高也是一米六 王明凯呢 手指又尖又细 就我们俗话说的那鸡爪子手啊 这跟死者呢 也是相似的 第三 王明凯穿三十八号的鞋 脚长和死者也差不多 第四 王明凯失踪之前 留着那种高装的平头 发型发长跟死者也比较接近 第五 王明凯右背部有一个窗疤 大小形状位置 和那个死者尸体上的 我们之前说的那铜材大小的疤呀 基本上相同 第六 王明凯当年呢 是三十八岁 与法医检验推断的死者的年龄是相近的 第七 王明凯失踪时间是七月八号 与法医尸检时候推断的死亡时间 也比较接近 第八 王明凯失踪之前穿的旧裤头 跟现场提取的裤头样式 颜色 新旧程度 也基本相同 那么王明凯是不是死者呢 有了上回黄三宝的经验了 这也是教训 这回专案组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而是继续深入调查 就发现王明凯的妻子 袁庆荣和王明凯的弟弟王明亮 那是勾搭成仙 这就等于是小叔子勾搭嫂子 嫂子勾搭小叔子 和谋杀人的这疑点就迅速上升了 经过调查 王明亮35岁 没结婚 是王明凯的亲弟弟 1982年3月 王明亮啊 因为一些事情就到了他二哥王明凯家居住生活了 时间不长 王明凯夫妻关系就恶化了 吵闹不断 王明凯啊 曾经还找村干部说过呢 我感觉明亮跟我老婆有男女关系 我求求你 给我把明亮撵走了吧 村干部人也不方便管这事啊 你们亲兄弟 我怎么说呀 是吧 王明凯失踪半个月之前 就和妻子啊 大吵一架 同时对王明亮就下了朱克令了 你赶紧给我滚蛋 王明亮被赶出去之后 就住在村西的电贯站里边 只能是趁他哥哥不在家的时候 再跟嫂子干点那种苟且之事 为此啊 对王明凯那是恨之入骨 那么王明亮会不会对亲哥哥下手呢 毕竟是亲生兄弟啊 他还真敢 为什么呢 有一回啊 王明亮跟他们的大哥借钱 大哥呢 没借给他 他就把毒药扔进了大哥的猪圈里边 除了这事 干过的缺德事多了去了 他趁着堂哥 王明友 劳改的这个机会 就把王明友的妻子啊 给拐卖了 王明凯失踪之后 这王明亮可就跟他嫂子住一块去了 那是有说有笑啊 这就跟夫妻似的 比一般的夫妻啊 还要逆户 还要甜蜜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就是王明凯 王明亮和王明凯的妻子 有着重大的杀人嫌疑 那么能不能就此定案呢 还是不敢呢 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俩字 在第二次侦破过程之中啊 民警是一丝不苟 一步一步的揭开了事实真相 当案情已经明朗的时候 不少人呢 就主张立刻采取措施 对王明亮 袁庆荣 进行正面审查 但是专案组的领导 这一次非常的谨慎 要求继续深挖细茶 搜取罪证 又秘密提取了 王明凯大衣口袋里的毛发 还有衬衣口袋里的烟头 棉衣领上的汗叶斑痕 来进行检测化验 证明他的血型属于B型 与尸体的血型也相同 为正面接触和审查 就奠定了基础 省厅市局的领导 对这起案子呢 也格外的重视 多次到县公安局指导破案 县局党委啊 在全局挑选了精干民警 参加审讯搜查 外调取证 结果又在王明凯家里的大衣裳 在床框 凉席 被褥上 都发现了多处 没有处理干净的血迹 在棉袄 毯子 以及蚊帐上 也都有点片状的血迹 这就成为了有力的罪证 在审讯之中 最终啊 王明亮交代了 与嫂子一起 杀害王明凯的事实 王明凯呢 是新一县城港乡 起源村的农民 1975年 入赘 齐盘乡 原家当女婿 他的弟弟 王明亮啊 一直不务正业 整天的就是那种老流氓 小流氓似的作风 在家实在待不下去了 这才跑到了王明凯家 就想着跟哥哥一块生活 王明凯一看 这亲弟弟 你得管他呀 就收留他了 哪知道这是引狼入室啊 没过多久 王明亮跟嫂子 可就勾搭上一块了 王明凯气的呀 打他媳妇 打了好几回 并且把王明亮赶出去了 这王明亮跟嫂子俩人呢 就怀恨在心啊 他嫂子也是 我不爱你哥哥 我就爱你 于是呢 俩人就商量着 要不把你哥给杀了吧 1983年7月7号下午 这个袁庆荣呢 就给王明凯啊 买酒炒菜 哎呦 假装的对王明凯好的都不行了 晚上11点 王明亮进门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 罩着醉酒的王明凯的肚子 可就戳了一刀啊 哪怕喝醉酒了 他也知道疼啊 疼的在那呲啪乱叫 王明亮呢 从门后拿了一把 前边的是那种扁方形的大铁棍子 照着王明凯右耳朵部位 狠狠的就砸了几下 杀人以后啊 这俩人用一条红色的棉毯 把尸体包住了 用平板车就拉到了那个寒洞那 为了让人辨认不出死者 又用石头刀子 把王明凯的脸呢 弄得是血肉模糊就毁了容了 这样才把尸体扔进寒洞里边的水里 这是杀亲惨案啊 抛尸返回路上 王明亮把包裹尸体的毯子裤子 扔进了距离寒洞不远处的一口鸡井里 到家以后呢 又跟嫂子一块 把各处的血迹啊 都洗干净了 还定立了攻守同盟 统一口径 就说王明凯到山东买船去了 第二天呢 王明亮又把王明凯的衬衣呀 包括裤子呀 这些衣服装在一个黑蹄包里 丢进了扔毯子的那个鸡井里 又把凶器 也就那把刀子 用毛巾包着 扔进了一条河里 专案民警 押着王明亮指认了 所有的作案抛尸现场 并且从鸡井里面 打捞出了他所供认的物品罪证 到这儿 这是铁证如山啊 案子呢 是顺利的破了 但是县公安局的民警们呢 也不好意思庆功 他脸红啊 为什么这起案子 一开始出现了那么大的岔头 这和他们在工作之中的一些失误 那是脱不了关系的呀 第一 第一次现场的时候 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工作 做的不深不细不全面 为什么人省市专家来了一看 就知道这死者应该是死亡五到十天 为什么县里面公安局的法医 一看就是三到五天呢 对吧 包括一些伤痕的鉴定 包括一些死亡特征的鉴定 那都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地方啊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调查访问过程之中偏听偏信 就是我脑子之中 已经有了对这个案情的一个大致判断了 再去搜集线索的时候 再去寻找证据的时候 都是从自己主观的对这个案件的判断之上去下手 先入为主了 这就缺乏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在审问嫌疑人的时候 也是带着这种主观性 这就导致口供里面很多细节出现问题了 并没有得到重视 在接触询问朝家四口人的时候 办案人员呢 也是带着这种反正是防卫过当的 这种理念问话 在朝家人都不承认杀人的情况之下 又采取了诱供的错误方法 结果呢除了朝寿依盖不承认之外 陈爱英母女在右供之下 就交代了杀人毁容一事的经过 尽管供词破绽很多 但还是他们采取了那种求同存异的这种心理 归党入眷了 我们说呀 这起案子得亏是黄三宝后来回来 黄三宝后来去投案自首了 如果不是呢 那是不是陈爱英母女就要永远的 蒙冤下去了呢 2003年3月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老年活动中心 有好几位老人正围成一圈 在激烈的讨论着 这些老人都是退休职工 对历史和书籍都非常感兴趣 平时经常来老年活动中心玩 于是这老几位就搞了一个研究历史的读书会 这几位的岁数都不小了 都是七十往上了 其中有一位姓底的底大爷已经七十一了 但在这批人里面算是比较年轻的 于是大家就让底大爷来组织 每个月呢 大伙就会碰上一回两回的一起聊聊交流交流 那就在这天啊 读书会里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太太 赵老太太 他带来了两个新人 说是要一起研究历史 而且据说呢 这两位啊 来头不小 底大爷听完 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这两位呢 一男一女 看着也都得六七十岁往上了 那这两位是什么来头呢 按照惯例 大家就先让这两位新人自爆家门 自我介绍一下 这个女人说 自己叫做王玉英 六十七岁 来自山西 以前是干嘛干嘛的 他说完之后呢 就轮到旁边这老头了 结果这老头一开口啊 就把所有人全都给逗乐了 老头说 自己名叫孙中山 底老爷子一听 哈哈大笑 还打趣的说 哎呀 没想到啊 跟我们的民族英雄 孙中山 叫一样的名字 有特点 有特点 哎 可是没想到啊 这老头说 他就是孙中山 就是那位领导辛亥革命 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英雄 孙中山 而这位名叫王玉英的女人 是跟随他几十年的女秘书 这老头说完 大伙笑的更厉害了 底大爷心想 那孙中山不是1925年就已经去世了吗 哪里还有孙中山啊 再退一步说 就算当年他没去世 活到今天 那岂不是得130多了 什么人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啊 现场没有一个相信这老头说的话 大家还纷纷取笑这个老头 甚至有两个对历史研究的比较深的 还故意说了一些有关孙中山的历史难题 来刁难这老头 哎 可谁知道啊 这个老头好像对孙中山的一切都非常了解 甚至能倒背如流 不管大家怎么问 问什么问题 只要是跟孙中山有关的 关于孙中山的那段时期的 他都能回答上来 不仅如此 他还说了很多有关孙中山的 大伙听都没听过的一些冷门的历史 听的人们是云里雾里 于是底大爷心里就开始嘀咕 难道这人是孙中山的后代 或者是孙中山的亲戚吗 看到没有人相信自己 这位孙中山表示 说大家可以不相信 但是回头有机会了 希望能邀请大家到自己的住处来看一看 等大家来到家里就什么都相信了 说完之后呢 他跟这个女秘书就一起离开了 在一段时间以后 开展第二次读书会的时候 这位孙中山果然又来了 这一次呢 底大爷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来了 于是在读书会结束以后 底大爷和另外两名老人就忍不住去了这位孙中山的家里 想去一探 想去一探究竟 这位孙中山的家 位于左家庄十一号院的一个招待所里 他在这长期租了一间客房 一进门 眼前的场景就让底大爷惊呆了 只见屋子里的桌上有大量的孙中山的照片 有一部分底大爷在历史书里见过 但是更多的他见都没见过 看起来十分稀有 也不像是假的 另外呢 在墙上还有很多孙中山的亲笔题词 还挂着各种各样的指挥刀和铜键 其中一把刀 很像是底大爷在历史书里看过的一把 正看得入迷呢 那位孙中山开口了 他说这些都是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用过的 虽然不是特别值钱 但也经历过风风雨雨 好不容易保存下来 所以被放在这里作为纪念 不过呀 其实这次来呢 这底大爷他们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他们特别准备了一些 有关孙中山的非常冷气的历史问题 想把这老头给难倒 让他原形毕露 可是结果呢 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面对这些冷屁刁钻的问题 这老头是侃侃而谈 出口成章 一点也不慌乱 好像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甚至还把其中的很多细节 全都给说了出来 直接把大伙都给说蒙了 最后呢 这老头还偷偷拿出了一份中央的红头文件 给大伙看 那上面还有国务院的大印和孙一仙的印章 这孙一仙 一仙当然就是孙中山的字号了 这大伙应该都知道 底大爷戴上老花镜一看 发现这红头文件里写着 这老头确实是孙中山 这上面还盖着两个大印 莫非这是真的吗 此时不论是底大爷自己 还是一起来的其他两位老人 他们的心里都充满了疑问 眼前这位难道真的就是民族英雄孙中山吗 看到这儿啊 底大爷虽然嘴上不信 但心里其实也开始犯嘀咕 他连忙问说 孙中山不是早就去世了吗 那这么多年又是怎么过来的呢 这老头回答说 官方说的1925年 其实啊 那只是假死 并没有真的死 实际上自己是为了舍生取义 抛家弃子 甚至骗过了最爱的妻子宋庆龄 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而目的就是故意放权给蒋介石 好统一国家 不然中国必然会陷入长年的战争当中 可是没想到啊 蒋介石终究还是不得民心呢 枉费自己花了这么大的精力 说的这伤心之处呢 这孙中山还潸然泪下 感慨万千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说了这么多 底大爷还是不敢完全的相信 他琢磨了一下 灵机一动 就找到了孙中山身边的那个老太太 也就是所谓的女秘书王玉英 打算从她的身上寻找破绽 因为这个老太太呢 一脸朴实 看起来啊 就像是普通的农村妇女 应该不会骗人 底大爷问这王玉英 王玉英回答说 他自己呢 是山西省阳城县人 本来他也不认识孙中山 大概是在八几年 八十年代左右 才认识孙中山的 当时呢 王玉英啊 是在一个老乡的家里 无意间遇到了这位孙中山 当时老乡介绍说 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 因为孙中山呢 曾经救过这老乡的命 这位老乡非常感激 因此还当场下跪 给孙中山磕头 表示感谢 而王玉英呢 跟这位老乡相识多年 关系非常好 所以老乡这么说了 王玉英也就深信不疑 这样的一段经历呢 倒是让底大爷非常好奇 他很想知道 这个所谓的孙中山 当年是如何救了那位老乡的 但是王玉英 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因此也就无从查起了 末了 这位孙中山 就把大家叫在一起 说自己参加老年读书会 其实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 他说自己呢 本来确实一直在隐居 之所以现在再次出山 是因为他预感到 自己活不了几年了 想要临死之前 把自己的遗产 先给处理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 帮什么忙呢 孙中山说 说自己其实有一笔巨款 叫做孙中山基金 这笔巨款存在海外 本来呢 是当年准备下来 为了打仗用的 数量特别多 但是后来呢 在1925年 他假死了 别人取不出来 就留在了美国和日本的银行里 除了钱 其中还有宋庆龄的嫁妆 还有一批金银珠宝 藏在深山里 有重要的将领在看守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那笔钱 到现在粗略一算 这笔钱应该已经翻了好几番了 他算了一下 现在足足有260万亿兆 这钱都不论益了 开始论赵了 他说自己呢 之前已经联系了美国的银行 但对方让他拿出证明 证明自己是孙中山 于是呢 他就又去联络了中央的官员 人家说可以给开一个证明 但是需要100万元的好处费 可是自己现在呢 一直在隐居 身上没有什么钱 所以办不了 因此希望大家 能够帮他凑齐这笔钱 但是这钱啊 也不是白用 一年以后 等这笔钱取出来 会三倍奉还 如果是两年以后再还呢 还能再翻倍 六倍奉还 听到这儿啊 大伙全都心动了 光顾着算钱了 全都觉得 他肯定就是孙中山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存款呢 这底大爷当时就心想 如果自己拿出一万块 那么一年以后就能得到三万 两年以后 那就是六万啊 这可比放在银行里划算多了 正想着 只见那位把孙中山 介绍给大家的赵大妈 当场就表示 民族英雄有困难了 砸锅卖铁 我也要帮 要拿出五万块 来帮助孙中山 这一看有人行动了 底大爷终于也忍不住了 赶紧回家 拿出了自己存下的 1.9万的养老金 交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是百般感谢 拿着钱办事去了 不过从那以后呢 这孙中山啊 也仍然会时不时的 来他们的老年读书会 去做一做 每次都会跟大家分享 那笔钱现在的动向 还告诉大家 一定要低调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自己就是孙中山 防止再生事端 就这样 大家的日子呢 还是照样过 一转眼 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 一年的期限 马上就到了 可是孙中山啊 一分钱都还没有还 底大爷等不及了 就去找他 但是孙中山说 那笔钱手续 目前还在办 但是马上就快办好了 最多再等一个月 于是过了一个月 底大爷又去找孙中山要钱 但对方还是说 钱还没到 还得等一等 到这个时候啊 底大爷越想越感觉纳闷 回到家里 跟家人一说 这才发现自己 可能是遇到骗子了 于是在2004年3月 他来到朝阳区派出所 报了案 民警听说 这骗子是孙中山 都乐了 但是底大爷坚持说 就是孙中山骗了他 当时民警以为啊 这大爷可能老了 可能有什么疾病 脑袋不太好使 就联系了底大爷的家人 那没想到啊 跟家里一问 发现底大爷说的都是真的 这让民警属实没有想到 随后 底大爷就一五一十的 把所有的经过 全都告诉了民警 民警一听 立刻赶到了 底大爷提供的住址 幸运的是 这位孙中山先生 此时还住在那家招待所里 警方赶到的时候啊 这孙中山 正在楼下的地摊上买报纸呢 殊不知自己就要进去了 面对警方的讯问 这所谓的孙中山并没有抵抗 直接坦然承认 自己确实是骗子 但让警方不能理解的是啊 这个所谓的孙中山 他的样貌和孙中山先生 完全不一样 这个假孙中山 身高只有一米六 他长得就像是西游记里的 那个银角大王一样 确实非常像 大伙如果想看看这人的照片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关注之后 回复关键词 孙中山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照片了 可以说啊 这个人的样子呢 和孙中山先生 没有半点的相似之处 没有半点的孙中山的 风采和气质 而且人家孙中山先生 是广东人 可这个假孙中山呢 满嘴的陕西口音 这不管怎么看 都无法让人联想到孙中山 但他确确实实 骗了好几个人 骗了好几万块钱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假孙中山 真名叫做朱永成 是陕西汉中人 当年72岁 以前是一个乡镇干部 但因为贪污和诈骗 在1963年 被汉中法院判了20年 1982年出狱之后 找不到工作 就打打零工 顺便小偷小摸过日子 在1997年的一天 朱永成 去陕西省阳城县 找一个朋友 但在半路上 却发生了一件 很奇葩的怪事 也正是这件事 让他成为了孙中山 什么事呢 当时他在路上走着走着 忽然冲出来一个老头 对他当街下跪 二话不说 光光光的磕头 给朱永成磕得一愣一愣的 磕完了头 这人说自己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员 说朱永成就是孙中山本人 朱永成一听也懵了 一时搞不清状况 心里琢磨 难道这是遇到同行呢 这也是一个诈骗犯吗 但还没卸过味儿来 结果呢 对方非要拉他去家里吃饭 朱永成迷迷糊糊 半推半就的就跟着去了 虽然不知道对方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可是一连白吃白住了好几天啊 朱永成感觉这样的生活 那简直是美滋滋 于是呢 他就顺水推舟 从那以后就开始说自己就是孙中山 在白吃白住的那几天里啊 那老头多次向朱永成下跪 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搬个凳子坐在外面警戒 后来呢 还时不时的拉人来家里看朱永成 那这些人里面就有那个王玉英 这王玉英呢 他没什么文化 更没什么见识 也没怎么见过孙中山的照片 所以呢 他就也相信 朱永成是孙中山了 但他知道啊 孙中山是民族英雄 所以王玉英非常感激 还主动要求要免费伺候朱永成 朱永成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 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彻底伪装成了孙中山 没想到竟然真的依靠这个身份骗了不少钱 除了底大爷的1.9万和赵大妈的5万 没错 那个把孙中山介绍给大伙的赵大妈 其实并不是托 他也是一个比较天真的受害者 除了这两位的钱呢 还有一个33岁的辽宁人 姓刘 刘大爷被骗了28万 还有一个80岁的北京的曹大妈 被骗了20.5万 这些加在一起 他也骗了有50多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好奇 这朱永成和孙中山一点都不像 他是怎么骗到这么多钱的 他是怎么让人们相信的呢 朱永成交代说 为了骗钱 他也花了很大功夫 从98年开始 他就阅读大量的孙中山的历史书籍 能把孙中山的一生倒背如流 还了解了各种冷门的历史知识和细节 又在旧货市场买了很多孙中山的仿古照片 假的孙中山的书法 指挥刀等等 他甚至还找了做假章的 制作了孙艺仙和中央国务院等等各种假章 伪造了文件 之后在1999年 他就带着王玉英来到北京 开始了诈骗 在一开始 他都是随机找人实施诈骗 但是几乎没有成功过 没有人信 磨练了几年之后 他发现不能找年轻人 连中年人都不能找 因为他们都不信 于是他就把目标对准了老年人 直到200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那位赵大妈 进而接触到了老年图书会 认识了底大爷他们 于是他灵机一动 就编出了260万兆亿存款的荒唐的故事 最终骗了50多万 直到最后被抓了 这朱永成还在感叹呢 说本来啊 自己想假扮毛主席 但是最后呢 又放弃了 因为一想 假扮毛主席 这被抓住以后啊 没准得枪毙 所以呢 就选择去冒充孙中山 2005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 朱永成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 罚金5万元 王玉英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8年 罚金3万元 除此之外 还要继续追缴 朱永成和王玉英 55万余元的赃款 至于一开始 那位一口咬定 朱永成是孙中山的老头 后来警方调查得知啊 那个老头 根本没有当过 孙中山的警卫员 他只是当年在广东当过兵 几年前 这老头的老伴去世了 老头受到刺激 精神有些不正常 所以就稀里糊涂的认为 朱永成是孙中山 还当街给他跪下 可没想到这一跪啊 直接给朱永成跪出了这么一场大戏 这也是绝了 这就是这整起案件了 其实这事呢 挺简单的 我们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恶搞的短信 什么我是本拉登 其实我没死 给我的银行卡打3000块 帮我回国 等我东山再起 必定百倍奉还 有很多这样的短信 我们都知道这是骗人的 是搞笑的 这孙中山的事 如果换成我们 我们肯定不行 但殊不知 和我们有无数条代沟的那些老一辈的人们 他们的单纯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包括在现如今 在享受互联网时代 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老年人群体 却成为了某些违法犯罪分子的韭菜 在加强监管 预防电信诈骗的同时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 我们应该和长辈之间 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交流呢 我应该和长辈之间 google 老年人群体 十二十三 两十二十三 五十三